等一下 我们先把话题扯开了 我们先集中火力把我们开始的那一段 先给它弄清楚 什么叫做十年没见 什么叫做青梅竹马 什么叫女朋友 我先说吧 我跟孙楠呢就是很小很小的 几岁 16岁 16岁我都没说 我也没去北京 什么 你到底不叫青梅竹马了 29岁 然后我认识她的时候呢 她是跟她的一个初恋女友在一起 谁先就不说了吧 先不说啊 谁你自己去 哎呦 表现 你先说完 然后我们认识了之后呢 特别好 天天玩在一起 后来他们就分手了 然后我就特别恨孙楠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 因为我跟他女朋友是闺蜜啊 我就不理他了 我就特别恨 真的 我们讲的是同一个吗 对啊 好 继续 同一个 同一个 好 我的版本 为什么没见 等一下 各位 出事了 现在请反方便 有分难 对 其实那边 别紧张 匆匆的那个女孩 那一点是这样的 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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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编 我为什么没跟她见面 是因为她的男朋友是我好朋友 她的男朋友以后 就没有办法跟她见面了 等一下 哪一个男朋友 哪一个 你说 都知道 对不对 老孙跟我想的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还有别的 是 对 你跟他想的一样 我跟你说我看见你们嘴型了 我来说一句好不好 咱不说是谁 但是我必须要澄清一点 孙楠跟我的所谓的那个男朋友 和我跟孙楠的这个女朋友的关系 绝对不一般 太复杂了 说上口令 我跟她的前女友绝对是闺蜜 但是她 我跟她的前男朋友也是闺蜜 没有 就不过是一般嘛 我觉得你不要 出事了 出事了各位 静静就好看 大爆尿 没有没有 这个节目一点都不花 如果你没来 她今天就来了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 一直都这么好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许你的千奶 算了吧 这位问号人物 对 都是一家人就算了 我真的 我昨天还跟你前女友一起吃饭 对啊 我前天还跟你前男朋友一块通过电话 你们俩是好朋友吗 是啊 在干嘛呢 你们俩真的算是 就是二十岁不到就在一起 认识了 认识了 但是我们就是 关系比较密切那一段 其实是 咱是一个唱片公司吧 这都有疑问哪 因为时间太久了 太久了